欢迎各位,我是叶兆熙 今集我们看看一首练习曲是由麦扎斯所写的 是他的练习曲里面的第42首 练习曲如果写到这样是很不容易 而且也令我们拉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枯燥 大家打开练习曲只会看到一堆16分音符 未必知道原来是有个旋律 或者就算知道有个旋律 未必知道怎样可以把它拉得好听 可能大家会把这首曲拉成这样 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 最初学习这首练习曲的时候 大致上都是拉到这样 你不会特意想把它拉到怎样好听 我估计的原因是 你不知道旋律是在哪里 你不知道好听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但是除了像刚才我这样拉之外 我也可以把这首练习曲拉成这样 不知大家听不听到有什么分别 当然那个大小声第二次是比较小声 但是除了小声之外 我是真的做回谱上面的要求 大家看看乐谱 它很清楚想我们的第三、四拍才有个action 其他地方就算落弓也好 是轻声的 所以头那两个音的落弓其实是轻的 大家如果有耐性的话 如果用这个速度和这个音量去练 你会发现好像有两个人拉琴 两种不同的风格 有些是伴奏 没有action的那些是伴奏 重复的那些是伴奏 如果你能够拉的时候 听到自己有这个效果 我觉得是很神奇很特别的 比较在钢琴 钢琴是有两只手 有高音有低音 但是小提琴其实没有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那个articulation 在那个发音的方法那里 落点功夫 你都可以做到有这两种不同的感觉 大家刚刚看了几分钟的影片 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用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你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越多人订阅 留言和分享 YouTube才会将这些影片 给更加多人看 所以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可以考虑 不要考虑 直接按下来 我们再看多一点 重复之后 看看这首歌会变成如何 我拉着了 所以为什么呢 麥扎斯的作曲家要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用Piano,還要寫著Leggero,是很輕的 如果我們不是刻意提自己 刻意拉到那麼細聲,那麼輕 那些Action是突出不了的 現在是好像一幅水彩畫 水彩畫本身是 畫本身是 不是立體的,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他就是用一些 前面的景物是青,後面的景物是蒙 差不多的手法 把一些伴奏變得很細聲 這樣就看得出那個層次 我們看看重播之後的第五小節 你要相信每一次有連弓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旋律 就算它是細聲也好,它是旋律 可能你會說這個旋律這麼簡單 我好像聽不到一個很好聽 其實你聽到一個chord 譬如每一次那個連弓 這個我們已經覺得它是一個旋律 事實上很多作品 它那個主題,那個短句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個爬音 arpeggio 已經是一個旋律 大家不要忽略這些 你拉著的已經是旋律 這個當然不是arpeggio 但是 比較起重複的音 它已經是旋律 我用錯了 我相信這裡它是寫漏了指法 應該要落到一把位置 來吧 這個地方忽然有一個fotte 右手不是很平均 它主要不是練左手 主要是練右手 我覺得有點像積冷衣的弓法 給點耐性 放鬆 慢一點 這個C-Sharpe 我剛才不夠力 因為角度不夠 所以 所以逢是有G的音 你要早點準備 你要知道G的音 這個動作要明顯一點 準備好 再下去 再下去 是重複的 重複 重複 2 4 4 5 音樂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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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你覺得這個頻道的影片是有用的 請你訂閱 喜歡、留言、訂閱、分享 全部都是很有用 可以告訴YouTube 這些影片可以對 學習小弟琴的朋友 很有幫助 我們下一集再見